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摄影爱好者 刚才我也了解到 他们的大部分都是今天早上的六点多钟就到达这里了 那为的就是等待 接下来一批又一批候鸟抵达这里的壮观景象 那刚才呢我们也非常幸运地遇到了 丹东压路江口湿地保护区的张科长 张科长您好 您能帮我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候鸟迁徙的路线吗 好的 咱们这些候鸟是从西西兰和澳大利亚飞过来的 它是每年的三月份 三月中旬左右 它进行北线 要到最北断的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 辽宁是候鸟迁徙至西伯利亚地区的重要中转站 省内国土面积中近10%都是湿地 丰富的水系资源 使得候鸟在辽宁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大通道 一条是从丹东 大连 庄河 辽东海岸一侧登陆 沿着鸭绿江北上 被称为辽东候鸟迁徙路线 另外一条从辽宁渤海沿岸湿地登陆 将沿着辽河 莲花湖 浑河 康平向北迁徙 被称为辽西候鸟迁徙路线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东线的起点 那么它在经过这个路线的过程中呢 它会在我们丹东压道湘口 湿地这块进行斩短的停歇和补充能量 补充食物 因为它的体动有些很横游的鸟 它不只只一步直接飞到这个繁殖地 它需要在中途 就像我们汽车是需要一个加油 它就在我们这个保护区 湿地保护区内进行斩短的停留补充能量 是一个加油站 对 是比较重要 后鸟迁徙主要起源于对食物的追寻 和对寒冷气候的防范 对于后鸟这个群体来说 DNA中对迁徙的执着是难以想象的 地球两端周而复始的飞行 这种奇妙的基因在后鸟的倦脉里进行遗传 上万公里的路程中 后鸟每一个小时会调整15次与太阳的角度 而多数有迁徙本领的后鸟都能感知地磁波 能够准确地遵循迁徙路线 寻找栖息地